大家好我是旭哥渡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那這個是Jump Heroes Jump英雄氣泡 鬼滅之刃最新這個活動 就是可以抽 就是這個 可以抽到那個迷豆子還有炭治郎 這個是鬼滅之刃最近在打的活動 等一下來打一下 這個是我組的這個鬼滅之刃隊啊 就全部都是鬼滅之刃的角色 有沒有 像有炎柱啊這個香奈呼 迷豆子還有這個限定的炭治郎 好那開抽 這次的新角呢就介紹一下 先抽個每日抽 這次的新角是迷豆子還有炭治郎合體啊 這個好這個每日抽 好這次的新角是這個 迷豆子還有炭治郎 兄妹之伴有沒有 蠻好看的這個能力也不錯 那就來抽一下這次的新角 因為鬼滅之刃的我其實 通常都會抽啦 通常有都會抽 那就來開抽啦 這個也是限定角 最新的限定 我們就來開抽了 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先抽個 一抽看看 有時候特價 這個是三周年的紀念轉彈 啊沒有中 我們來開抽 第一個十連 喔中了一隻 小早川賴娜 喔第二隻 結果也不是 也不是我想要的 這個 栽藤1啊 第二個十連 來吧 我記得我鬼滅之刃的抽運都蠻爛的啊 常常抽到保體 好像只有那個 無產沒有抽到保體 第三個十連 反正我紅寶石存很多 我已經大概 自從上次抽完鬼滅之刃活動好像就沒有在抽了 所以現在存很多 我都常常都是等一些比較大活動我才會開抽啊 像鬼滅之刃 這個是必中一個五星 結果是啾啾的角色 這次我沒有 日版跟那個台版的差異就是他有啾啾的角色 所以真的想要啾啾的角色還真的只能玩日版 我之前就是 剛錄日版的時候那時候是空調成太郎 限定角 那時候 好99角色 可是我是要貪智狼加迷豆子啊 再來 來 這次有一個五星 看一下會不會中啊 期待一下 五星 哎 啊沒有 被騙了 Polico 這個我記得是美食獵人的角色 中了這個是美食獵人 哎 繼續 希望不要抽到保底 來吧 來吧 哇這次 全部雜魚 雜魚啊 都是三四星啊 這個遊戲彩虹是五星然後金色是四星銀色是三星 非常好認 非常淺顯易懂 第五次第六次啊我已經抽第六次了 第六次是保證一個五星的但他沒有保證說是哪一個五星 所以他這次一定會跳彩虹出來 他是因為他是這個是保證的 但是他的保證等於沒有保證啦 因為你的五星 數量很大 你看 出什麼換台 有出等於沒出啊 換台因為前期都已經抽到很多啦 現在應該也沒有人在用換台啦 早期還會用換台 現在應該沒有人在用 這種遊戲就是 前期角色就是和後期的那個 哇 我的 空寶石越來越少 日版的那個每天活動都還 有時候大活動一次都送蠻多的還不錯 有時候就送個五百啊一千顆這樣 雖然是給的 給的蠻多喔 但是 日版的抽獅也開得很兇 這遊戲第九十抽是總共八二五的 然後總共再加剛剛的那個二十五顆 不是總共八二七五 所以基本上一次大概都要存九千顆以上的紅寶石 我看喔第八次了 第八次沒有就要保底了 太瞎了吧 要保底啊 來吧 這是五星來了 看一下 期待一下 五星 不是 前田太尊 反而又保底了 再次保底啊 哪一次不保底啦 太扯了 我最近抽那個神魔之塔還抽得不錯 我記得才抽十抽以內就把 那個先 這個最新的炭治郎還有那個水柱還有一些新角落帶回去了 我沒想要抽Jump Heroes每次都抽那麼非洲啊 Jump Heroes在整我啊 還好我都沒有課金啦 我就是 每天就是加減休閒玩而已 我已經玩這個已經玩了差不多 三年了吧 還是超過三年 反正玩很多很久了 這個遊戲現在好像 玩的人也沒有那麼多了 啊 又中了這個 五星這隻也 啊又保底了 哪一次不保底啊 靠 太扯了 我常抽鬼滅幾乎都保底啊 再一次保底 保底的話你就去你的信箱 去找你的那個保底那隻 真是令人想罵髒話 又抽到保底啊各位 兄妹之伴的炭治郎還有肉質 太扯了 每次都保底 這隻就把他練滿吧 新角 看到一堆那個 不要的角色 墊起來 喔這個 迷豆子很大 這個圖面很好看 不錯不錯 墊起來啊 你要來去看一下大招 這隻的血還蠻多的 一萬兩千 這隻的血還蠻多的 點他的話 喔 迷豆子會縮小 蠻可愛的 會縮小 可愛可愛可愛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他的大招 看一下這個 在圖鑑可以看一下 鬼滅之伴好像還缺幾隻 角色 好像缺兩隻就全滿了 之後再把香奈烏還有這個 炎柱這個是另外一個炎 炎死的炎 好這個是最新的這個 角色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招式好了 來攻擊 攻擊是這樣 必殺 我們看一下他必殺 兄妹一起 蠻帥的 合體技 爆血 還蠻好看的 勝利 移動 好那今天就錄到這邊了 這個 真的蠻好看的這個招式 大家趕快去抽一下這個限定角 最新的限定角 好那記得訂閱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 抽這個鬼滅之刃 好 那在頻道有很多鬼滅之刃轉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見